老婆姐,哈喽大家好,我是芳姐啊 今天还是在香香炒鱼线 小姑, 老婆姐, 哎, 你好老婆娘 你好 是这样子的呢, 我们是说老婆的那个 这个, 转捏的, 鸡椰的那, 转捏的东西 看你家里面有没有 我这房子, 帮我摇两个东西来 哦, 你这房子有, 摇了些东西的这个是吧 好的, 您找一下, 我在这里奔点啊, 好吧 这个老板娘挺热情的啊 家里面有点东西 我过去给我找去了 他有些小小的人呢, 不好打交道 有些人他不愿意卖 有些人呢, 也是挺热情的 有些还是好人多一点, 现在 这个是, 您们拆房子的时候拆出来的啊 桃圆一居, 哦, 这是一个山水的瓷把放啊 这个是一个山水的瓷把放 这是一个木, 这个放, 应该过去是, 大夫人家里面用来摆东西的一个茶几, 应该也是称之为一个茶几啊 这是一个瓷把的, 这个瓷把的声音挺清脆 而且这个枪子的话应该是, 这个枪子应该是粉末的 看一下它的长度和高度 这个是谁啊,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名家首费的一个山水放啊 有27公封, 27公封长 它的宽度是18公封 这个东西很完整, 东西还是可以啊 好, 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块木啊 这你们家以前是不是很有钱啊 还有这样好多东西, 留在这里啊 我也不知道, 是老祖祖留下来的 你也不知道是祖祖给你的, 还是啊 粗薄木, 读啊, 应该是个玉制 这是一块木, 木块 这个是, 因为这个是, 应该是清代仿明代的东西啊 没有, 应该, 我是看这个, 还是比较新, 应该没有到明代 这就是一个名, 一个文人的, 某某写字的一块, 木块 这个还有款, 这上面也像字了款 具体的就是, 什么字的话我就, 啊 再研究完, 你要买个我的款 你买个我的款, 我就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这也是二十四, 二十三四, 大概有一斤 这个规格应该是差不多一斤七八年吧 这九公封, 就是这个盒子 要当火啊, 当然了, 等一点点的, 在外面说东西 也不是很等, 有时候也会余殴补贴 预意就是余殴补贴 嗯, 这个老板娘, 你这个了解的东西, 又是学的卖的话 大概有什么奖位了 什么奖位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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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们也是, 开门接商的 你, 东西还是开门可以, 都是老东西, 哎, 我也喜欢 你, 你直接加个价格就行了, 反正 我还有了, 包装成可开的五千块钱了 这两件东西就五千块钱是吧 哦, 这里就四千, 这里一千, 对吧 这个老板娘讲了, 这两件东西的话就有五千块钱 等于说, 这个大概, 这一块大概给您出四千, 好吧 嗯, 这个, 因为这个木块的话, 呃, 是比较稀少的, 预质的啊 是东西还是盘量, 这个十八块就给您出一千啊 一起五千块钱好不好 嗯, 你说了算 嗯, 那行了, 我就扫微信给您好不好 好的 嗯, 拿手机过来吧, 我扫一下钱给您 嗯, 拿手机过来吧, 拿手机过来吧 嗯, 拿手机了 嗯, 拿手机了 啊, 不切啊 好的 感谢了 老板娘 帮你生意性能 还有如果还有什么别的 在这能找到别的东西的话 帮我来说说的 谢谢